我到馬雲家裡是在杭州 他們自己家裡養了鵝蛋 告訴馬雲 我今天自己家裡也有鵝蛋 而且更乾淨的 手拿鵝蛋不忘要跟馬雲炫耀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親自進入自家農場的農社 伸手矯健跨步渡過河道 把新生的鵝蛋撿起 一撿就是五六顆 謝謝 謝謝 你們看到 這個 真大 為了慶祝愛妻曾馨穎 跟女兒生日 郭董放下工作 不當商場巨人 還帶著高齡92歲的母親 到永齡農場 戰線孝心 幫不操一信 打到山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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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還學原住民爆戰功 架勢十足 郭董難得放著超開 還直接跪地現場吃草 證明農場無毒 沒有任何農藥 不只吃草 現在郭董還想吃下 大力光的進口訂單 根據日媒報導 鴻海旗下的日本夏浦 計畫將手中持有的 鏡頭廠康達智持股比例 從目前的44% 提高到50%以上 並將在2018年初 將康達智任列為子公司 這可能意味 郭董要加強發展光學產品 就是要瞄準對手大力光 除此之外 威州的投資案似乎也塵埃落定 郭董自爆9號就要搭擊赴美 11號就要跟威州政府簽署投資協定 同時威州也順利通過投資補助獎勵 其中的條件之一 就是鴻海在2018年至少要聘用260人 2032年至少要有1.04萬人 所付員工平均年薪也需達5.3875萬美元 約163萬台幣 如今開花結果 看來郭董的非營計畫 已經展翅翱翔 東森採集新聞 張舊旭吳宥樹綜合報導 文化 警吳梁詫 Beethoven 市郊吳宥定 牧阿 封